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1997年的时候大家都记得 那个时候邓小平先生 在那个80年代讲了一句话 叫马昭跑 我不是坚持那个 马昭跑那个精神 马向前跑 香港一级往前进 这25年来也见证了 马照跑继续在香港坚持下去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一个一国两制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初 中英政府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展开谈判 邓小平的一句 马照跑舞照跳 确定了香港50年不变的方针 这里的马照跑说的就是赛马 香港早在开步初年 就在香港岛快活谷建跑马地马场 并于1844年举行首次赛马 赛马起源于古罗马帝国 后在英国蓬勃发展 殖民地时期的香港 这项曾经的贵族运动 经博彩的加持普及开来 逐渐演变成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每到赛马日 港铁东铁县都会增设马场站 马民蜂拥而至 这一活动在港风靡程度可略见一斑 1884年 香港赛马会成立 开始系统管理赛马事务 赛马会是1884年成立的 到现在是138年了 由1915年开始 我们就做了第一笔的慈善赛款 那我们那个模式吧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运作模式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受益都用来交税 跟做慈善 我们是一个非毛利不毛利的机构 而且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宗旨 就是建设更美好社会 那么去年加的税 大概是251左右 那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也是香港 当然是加税第一大户了 赛马会慈善是马会长期以来对香港人的承诺 亦是其独特经营模式的基石 1915年起 马会每年拨捐巨额善款 资助各项慈善计划 从捐建医院 公园 再到学校 博物馆 香港各处都留下过赛马会的慈善印记 随着在港举办赛事的不断增多 马票种类也愈加丰富 玩法更为灵活 赛马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娱乐项目之一 为香港社会输出持续活力 也承担起除慈善以外的另一项重要社会功能 赛马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社会稳定 就是说 每个星期有两次 给人家一个娱乐的机会 星期三完了以后 可以再研究马金 星期天又来了 又可以再玩了 所以这个功能 我觉得给人家一个娱乐吧 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功能 然而2020年初 一场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马照跑又面临新的挑战 在政府支持下 马会制定赛马防护炮等系列举措 确保重大赛事在安全前提下如期开闸 我们希望马照跑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保证的那些 比如说骑手啊 马房啊等等是安全的 很多员工呢 我们说不需要上班 但是工资我们保持 基本上我们就保证员工不会裁员 所以这个我们都做到 刚好这个疫情呢 我们也很快的那个有应变 那么现在呢 在疫情期间呢 大概90%的下注吧 都是那个靠手机电话跟电脑的 而且呢 我们的那个自信方面呢 是非常的传面 可以说这一次疫情啊 实际上我们看到 我们那个投资是增加的 随着香港赛马业预受重视 近年来 香港每年军有赛事被列为国际赛 吸引大批不同国家选手前来参赛 也使香港成为全球赛马热门地之一 回归25年来 赛马业的持续发展 为香港民众提供了金球不衰的乐趣 也为香港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97年以前啊 我觉得那个机会没有现在那么多 中央的支持当然也跟25年前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水平啊 跟25年前也是完全不一样 比方说25年前 香港没有什么国际一级赛事 现在有十几场 我们的马以前也不怎么样 现在基本上有很多马是世界顶级马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奖金啊什么的 都是非常那个世界激烈的 所以我觉得那25年来的进步是非常非常难得 那个25年以来 我们家的税 捐的款 跟25年前比较吧 是增加几倍 这个25年以来啊 进步的非常多 非常快 这一些那个前景 那个潜力吧 我觉得那个回归以前是肯定不能想象的 这个次变化我 在一天 苍热 这个是有利润和 你会这样的 也会被我 我有个没办法 水平